中华亚运代表团的亚洲车后肖美玉 在仁川亚运自由车女子全能赛成功夺下金牌 这一刻忍不住内心的雀跃 马上给教练一个大大的拥抱 其实我没有想金牌 我就是坚定的是告诉自己说 我就是要夺牌 后来得到金牌的时候就很高兴 真的很高兴 就觉得自己做到了 后来自己的努力终于有收获了 肖美玉表示 练习过程很累很辛苦 曾一度想放弃 但教练一句你要不要夺牌 他只能咬牙撑过去 如今夺得金牌 过去的辛苦都值得了 在竞赛过程靠教练耳提面命提醒 肖美玉掌握策略第二阶段火力全开 分别在500公尺个人计时赛 单圈俯冲计时赛 以及25公里领先积分赛都获得第一名 和对手拉开领先优势 一些策略概念攻击时期 还有一些该什么时候采取走的位置 对手在攻击的时候 他的反应也都非常好 也都不会让危机 达到一个很难挽回的那个地步 两阶段赛事都完成后 肖美玉以第二阶段抢眼的表现 成功为中华队再添一面金牌 中华队再添一面金牌